美国跟中国都在各显肌肉 老美前一阵在菲律宾演习 部署那个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台风 那很厉害 这边老共就给你搞一个轰6K 这个英级21H 空中射击 这个军事的竞赛 看来是被无底洞了 是花大钱 一直花大钱 然后变成每个国家 现在都一直增加国防预算 就变成这样子 来 冯馨 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来看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 所有的军事战备 不是冲着台湾来 他其实就冲着美国来的 因为对他来讲 只有美国才是他 在第一岛链 如果他做任何事情的话 可能的假想敌 其实不管是台湾也好 菲律宾也好 甚至于日本也好 都不会是他主要的假想敌 他主要的假想敌就是美国 而美国现在呢 在太平洋第一岛链 所部署的他的假想敌 当然也是就是中共解放军 那么可是 如果我们仔细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中国大陆 美国现在呢 要求他的盟国 或者他能够指挥的国家 或者是他能够动员的 这一些军事力量 所要做的一切 其实恰恰是以美国的最弱 去对中国大陆的最强 我举例来说台湾采购无人机 我想之前赵先生 你们在节目头有讨论过 沈富雄他就直接讲说 这是我们的弱项 这是他们的强项 如果说你真的对无人机市场 有一些了解的话 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中国大陆在无人机 已经不是说在亚洲最强 他已经是世界最强 那现在美国要求台湾 在这个地方去买美国的无人机 然后去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我真的不客气的说 恰恰就是砸了大钱 但是效果是最有限的一个投资 那第二个部分像是中导 刚刚提到在菲律宾部署的 这些这个中程导弹 飞弹系统 但你也要知道 就全世界中导系统 弹药数最多的 弹头数最多的 也是中国大陆 就是你光是一对一或三对一 你都打不过中国大陆 所以美国现在 他正在用尽全力 逼这周边的所有的国家地区 都必须去部署美国做不到 美国做不好 然后要去对准中国大陆的事情 反正这个地区的 这个纳税人来买单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遭遇的困境 但我这边要特别提一点 就说因为我看到说 有媒体就特别访问了监察委员 然后说哎呀 赞成所有的立法委员到中国大陆去 必须要登记啊 必须要考核啊 什么等等的这样子 要管制啊这样 他除非你不把他当敌人 否则的话就应该要管制 我好奇的就在这边 我们什么时候回到动员 堪乱时期了 我觉得这是赖清德要回答 你是不是把中国大陆当敌人 这是你要回答的 就换句话说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之所以提这个案子 是因为把对案当敌人 那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时候 一九八零年代的时候 结束动员堪乱时期 临时条款我们说台海之间 解除敌对状况 赵云生你一定印象非常的深刻 台湾那时候觉得说 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喘息的机会 可是现在民进党要逼我们重新回到 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吗 要回到戒严令吗 要回到两岸敌对状况吗 所以我倒过来说 如果你不要把对案当作敌对状况 那么适当的交流 彼此之间相互的认识 了解理解乃至于谅解 这才是我们真正最好的途径 而不是我们跟着美国 在背后不断的加强这个军备 加强那个军备 加强那个军备 今天仔细去算那一对一 你都会发现台湾打不起 也负担不起